工程其实它有一个列出是 它的时间线会比我们所常规已知的慢一些 所以申请工程的同学看到别人的进度也会心中有点着急 但其实是因为行业不同所以它的节奏也不一样 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非常新调请导我们来自于顶尖工程 咨询的Erin老师 那我们请Erin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Erin 之前本科是在国内读的工程相关专业 英国读了一年制的硕士语后 我现在在英国头部的工程咨询职业工作 非常强的背景 Erin老师之前她以前怎么找到工程 特别是现在是在位于顶尖工程咨询公司的工作 因为我本科当时求职就迟了一年 所以我当时来到英国读书的时候 就觉得我一定要提早准备 在刚入学的时候就开始了解整个求职的时间线 我自己是从了国内跟国外的不同的大厂 最后在所有的offer中选择了一个最新的 也就是在英国的这一家 那你们要是在找工作的时候 大概是投业多少家 投业时间线是怎么样子的 我差不多是10月份11月份开始投业 我最后offer拿到其实是比较迟的 是大概在第二年的三四月份 我投的整体的总量在60家左右 我内外的大厂 然后到中的 然后到小厂 整个加起来的总量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对 然后投了六七十家 而且非常高效 工程其实它有一个列出是 它的时间线会比我们所常规一致的慢一些 所以申请工程的同学 看到别人的进度也会心中有点着急 但其实是因为行业不同 所以它的节奏也不一样 但你觉得在英国求职来讲 有些行业是比较容易留下来的 工程它是属于什么样子的一个 Ranking 在英国它的这个移民局 它是有发布停缺分页的 然后我自己所处的这个分页 其实就是属于它的停缺之一的 我觉得只要你是学SIM 就工程类型的 你在这边求职正业的机会都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不了解 可能会被它的这个时间线劝退 但其实在这给工科的就业机会非常多 因为它是一个老牌的工业国家 所以它在最早的这个工业革命到现在 它各个行业的发展其实都是很成熟 也有很多的这个就业机会的 但你身边的话 你的工程的朋友们 他们最后上的比例是怎么样的呀 其实当时我觉得很多工科的同学会因为不了解 英国的这个求职时间线 包括不知道他们的一些求职技巧 或者是他没有去研究说自己被拒绝的原因 因为比如说你投了往生 或者说进行了一些往测 然后你发现自己没有通过这一关 他们就放弃了 但其实有的时候 你其实是要下一点功夫去研究一下 你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下一次你其实很容易得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这样子一关一关的打通 就是没有可能是用下一个门之后 对 留下来的非常少 你觉得工程行业在英国跟中国有什么不同点 好像相同点 我觉得中国的整个发展非常的快 机会也非常多 但相较而言可以看到的是 中国可能它是更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 那英国它可能有了从工业革命到现在 它可能沉变更长了以后 它也同一个行业内 它的这个体系就更成熟 它所有的这些你可以去从业就业的单位 包括每个细化下面的单位 它其实都做得非常成规模 也就是说你的就业方面可能也会有相较更多的选择 相当于英国是会更国际化一点 或还是在发展这个趋势上 对 我所指导的大部分 英国的工程咨询公司 它的这个就业环境就是它都是 就相当于也有可能会做到非常多不同的国际型项目 像我自己就做了非常多 首先是中国的项目 然后迪拜的项目 加拿大的项目 包括欧洲部分的项目 和我自己所在英国区的项目 都做得非常多 就有可能你会有非常多的机会 跟世界各地不同的这个工程 去做一些项目的工作 我非常国际化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工程的就业行业 大家对它的认知也有一些故区 并不是说你只有有一种类型可以去上案 我前几天还在跟我的一个同学聊这件事 就是说一个好业的就业 其实是分上中下有的 比如说我自己处置是规划方向 它的中游就是属于给这个城市的城市规划 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那你的解决方案有可能是政府 有可能是私人 有可能是房产企业 有可能是医院或者学校 提供这个解决方案 可以是国家级的设计院 那你也可以是私企的这种工程咨询 那同时它的上游又会有一些 制定这个行业规范的 比如说英国的高速公务局 交通局 包括城市的区政府 其实这些相应的都是你可以去寻找到就业的 在同时除了在上游制定这些规定 或者说这些行业前沿研究的单位以外 你还有下游 比如说公交单位 航空单位 铁路单位 包括施食这些东西去运行的基础设施单位 或者是互流单位 所有的这个整个链路 从上中下游 其实每一个企业都有可能 你可以找到自己求职就业的一个岗外 而不是说你仅仅说 我毕业于这个转业 我好像只能去一种类型的企业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思路其实是可以打开 你才会找到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开